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们都承认信仰是个好东西 信了耶稣的人就比不信的人 似乎应该多一点喜乐 多一点平安 多一点勇气 好像有信仰的人活得就比较好一点 所以我很少遇到有人说信仰是不好的 除非这个最近你们看那个周处除三害 那个邪教的信仰真的是很可怕的 真实的基督的信仰是美好的 但是这个矛盾是什么 这个矛盾是很多认为信仰很好的人 他信不来 你们有没有发现我们在座很多这些爱主的 敬钱的姊妹啊 很多老公都不信主的 所以我常常听这些我很爱的这些弟兄们 他们说信仰很好 我也很支持我太太信耶稣 可是我就是信不来 你知道你为什么信不来吗 我今天就要给你解释为什么你信不来 信仰可信吗 那首先信仰信的 基督信仰是告诉我们有一个福音 我们所信的是福音所告诉我们的那个 我们基督徒认为是真理的信息 但是什么是福音呢 那今天我选的这一段的经文 真的是非常准确的 或者非常核心的 告诉了我们一个最惊讶的福音的信息 就是耶稣基督降世 为要拯救罪人 就这么简单 基督耶稣降世 为要拯救罪人 这个是保罗对他的属灵的儿子 提摩泰所说的一句话 然后保罗在后面还讲了一句话 他说这话是可信的 是十分可佩服的 很多的版本呢 都把后面这句话翻译作 是应该被完全接受的 所以保罗是在劝勉提摩泰 基督耶稣降世 为要拯救罪人 这样的一个福音 是应该被你完全地相信 完全地接受 你也要让别人去相信 去接受 但问题就是 为什么我们没法相信 没法接受 因为这个福音里面 其实包含着两个 最难被人相信 最难被人接受的成分在里面 第一个就是前面一半 第二个是后面一半 前面一半叫做 基督耶稣降世 我们很难相信 什么叫做降世啊 降世就是从天上 来到这个地上 基督耶稣是 道成肉身的神 他是神成了 人的样式 来到这个世界 这件事情 我们很难相信 那第二个我们难以相信的是什么呢 就是后面这一半 他来干嘛 他来为要拯救罪人 我们很难相信 我们很难接受 我是一个罪人 不过这个话说起来又很有趣了 我传福音传了这么多年 我很少遇到一个人 不承认自己是罪人的 大家都觉得自己有罪 但是我们很难相信的是 我这个罪人需要耶稣的拯救 因为似乎没有耶稣 我这个罪人活得也蛮不错的 那么我们就要来问这个问题了 为什么我们面对信仰 面对福音的时候 难以相信 这个难以相信 背后的原因到底是什么 最大的第一个的原因 就是因为信仰福音 超越了我们的理性 超越了我们的认知 那么理性又是什么东西 理性是个好东西 理性是我们认识世界的一种工具 它建计于我们的知识 我们的经验 我们的逻辑 我们的思考 我们的研究 但是理性是一柄双刃剑 理性一方面可以帮助我们认识这个世界 可是理性另外一个方面 它又拦阻我们认识这个世界 因为理性是有限的 我们只能利用理性 去认识一部分的世界 可是理性同时又拦阻 我们去认识那些 超越理性以外的世界 所以其实一个真正理性的人 一定要承认 理性是有限的 那些完全的高举理性 认为凡是合乎我理性的就是真的 我相信凡是不合乎我理性的就是假的 是不存在的 我拒绝相信的人 恰恰是最不理性的人 我就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 比如说这几年特别火爆的一个科学的话题 叫做量子纠缠 大家都听过吧 你要知道量子纠缠 当年 它也超越了 人类最伟大的头脑 最伟大的科学家 爱因斯坦的理性认知 爱因斯坦是不承认 不相信的 但是今天经过了这么多年的研究实验 最后科学家根据量子纠缠这个理论 得出了一个特别不符合我们理性 让我们难以接受 难以相信的一个结论 这个结论是什么 这个结论就是 今天我们眼睛所能看到的这个物质的世界 可能是一个不真实的虚空的世界 但是那个精神的世界 那个灵的世界 才是真实存在 那这个结论你能够接受吗 你要知道这种话 可不是我们这些牧师神学家说的 这是科学家说的 我最近又做了一点点研究 我看看科学家们都在说什么 科学家告诉我们说 其实我们人类 对整个宇宙万物的认识 你们知道有多少吗 有多少百分比啊 只有百分之五 这个世界的百分之九十五 都超越了我们的理性 超越了我们的认知 是我们人不知道的 这百分之九十五 我们人所不知道的东西里面 百分之二十七 叫做暗物质 百分之六十八 叫做暗能量 为什么都是暗呢 暗物质 暗能量 那个意思就是你眼睛看不到 你摸不着 你认识不了 它超越了人类的理性认知 百分之九十五 当然你不要以为人类认知百分之五 你就知道百分之五 是全人类知道百分之五 你我这些普通人 我们知道的大概连百分之一度不到 换句话说 这个世界的真实存在 有百分之九十九 是你不认知的 是超出你的理性以外 所以 一个正确的人生态度 和一个正确的寻求信仰的态度 其实是一样的 就是谦卑 承认 这个世界 我不知道的 比我知道的要多 所以我们谦谦卑卑的 去寻求我们所不知道的 我觉得人一生的 理性的认知的这种发展 就好像我小的时候 玩过的一个游戏一样 年轻人都爱玩游戏 不光是现在的年轻人玩游戏 我们年轻的时候也玩游戏 我记得我年轻的时候 玩过一种电脑游戏 开局的时候 电脑地图上大部分的地方 都是被迷雾所笼罩的 不知道有什么 开局的时候 就是一个人 他给你一个营地 最简单的装备 然后你就要出去探险 打怪兽 捡装备 然后随着你出去探险 你的电脑地图上的世界 就越来越大 你能够看到的 你能够认知的范围 就越来越大 所以人的理性 人的认知 其实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 就好像 假如你不去德国 你很难想象 德国的出租车都是奔驰 我们在这里 攒了好久的钱 买了一辆好车 奔驰车 你到了德国一看 原来德国人是拿奔驰 当出租车的 而且都刷成统一的黄色 可丑了 我跟你说 你不去德国 你也不知道 在德国的酒 可以比水更便宜 在疫情之前 你去德国的超市里面 你会发现一种红酒 大概一块多欧元一瓶 比同等重量的矿泉水 还要便宜 可是你不要以为 那个酒不好喝 那个比水还便宜的酒 是很好喝的 你可以把那个酒 倒在那个锅里面 到了冬天的时候 你倒上红酒 倒上香料 加上水果 加上冰糖 然后你就咕嘟咕嘟 去煮 煮开了以后 然后倒到那个 德国人的大啤酒杯里 德国人人手一杯 叫做圣诞红酒 他们就一人一杯 煮红酒 然后在街上 Cheers 当然一定说的不是Cheers 那德文我不会说 他们就这么喝酒聊天 你听过吗 红酒是可以煮的 你不去德国 你永远都不知道 就好像你不来加拿大 你也很难想象 这个世界上 有一个地方 它的水龙头 往左打开是热水 往右打开是冷水 因为我二十年前 来加拿大的时候 中国的水龙头 不论你往哪拧 它都是冷水 你知道对我们北方人来说 冬天的时候很冷啊 所以我妈妈的手 到了冬天的时候 永远是红红种种 是裂开的 你只能用那个冷水 去洗菜洗衣服 没有热水 所以那个时候 你如果告诉我 说这个世界上 有一个地方 水龙头往左打开 是热水 往右打开是冷水 我一定认为 你是在骗我 我不相信 可是你来了加拿大 才知道原来 这就是人家加拿大 人家本来一直以来 就是这样生活的 我前几个月去了迪拜 我不知道一个叫迪拜 还是都拜 都拜 我在都拜 教了一个多星期的课 你不去都拜 不知道这个世界上 还有那么奢华的地方 我去了都拜 我才知道 什么叫做石油土豪 是真的好 我去过很多地方讲到 我从来没有去过一个地方 比都拜更奢华的 我除了奢华这个词 我找不到另外一个词 形容它 它真的是把黄金 把钻石 把宝石 就贴在墙上给你看 它生怕你不知道它有钱 后来当地的弟兄 就带我去参观 他们的总统府 他们把总统府都开放了 用来做旅游景点 我进去 豪得我说不出话来 金光闪闪 我后来临走之前 我刻意地去了 他们的洗手间 我进了洗手间 里面 马桶 龙头 什么东西 全是金光闪闪 搞得我好紧张 那就是杜拜 如果你不去那个地方 我跟你描述这一幅的场景 你都觉得很难相信 你很难相信 连他们的马桶都是金光闪闪 你很难相信 他们在那个地方 有一个旅游景点 叫做金相框 几十层楼的一个大的相框 通体都是金 从这个相框 这边看到的是杜拜的旧城区 从那边看到的是杜拜的新城区 那是他的杜拜的总理的儿子 这个总理也是杜拜这个部落的酋长 他的儿子给他爸爸的生日礼物 意思就是说 杜拜今天有这样的发展 往这边看是旧城 往这边看是新城 都是我爸爸的功绩 几十层楼高的一个相框 通体都是金 很难想象 所以我们只能承认 我们人知道的太少 那么圣经之所以我们很难相信 其实它最大的原因是因为 圣经常常在描述一个 超越了我们理性以外的世界 而这个世界叫做灵界 上帝是灵 圣经说神是个灵 天使是灵 鬼魔也是灵 那么人死了以后呢 也是灵 叫做灵魂 其实你想象一下 今天我说我是鱼兵 我是谁谁谁 那么有一天当我们跨越死亡之门 当我们身体已经死亡了以后 你还会不会再称我 假如那个时候你还能说我 那么这个我 它指的一定不是你的身体 因为你的身体已经没了 这个我指的一定是你的灵魂 所以圣经 福音 信仰 之所以对很多人来说难以置信 因为它常常不是讲的一个物质的世界 它讲的是一个灵的世界 而这个灵的世界超越了我们人所在的这个三维的空间 我上个星期在温哥华服侍 在那边有一个多星期的服侍 那么其中有一天晚上 当地的同工就请我吃饭 他们特别请来了一位牧师 来给我讲故事 其实这个牧师我去年也为他祷告过 这个牧师去年在温哥华 他游泳 游完泳以后 出水的时候滑倒 结果后脑勺就撞在那个很硬的那个地板上 当即就蹊跷流血 全部都流出血来 后脑勺撞破了 然后在医院抢救昏迷了十天 十天以后醒过来了 然后现在恢复得非常好 完全正常 谈笑风生 然后我就问了他一个问题 我说那十天你去了哪了 他说我去到了一个 没有时间和空间观念的地方 他说我想去哪里就去哪里 当我的意念一到 我突然就到了那个地方 非常好的一个地方 他说我唯一的感受就是 极深的喜乐平安 我身上没有任何的恐惧重担 什么都没有 他说那种轻松 那种喜乐 那种平安 无以言喻 而且没有时间观念 所谓的十天 是他醒了以后问他的师母 他师母说你已经昏迷了十天了 他才知道自己十天 他说我没有时间观念那个地方 没有时间观念 没有空间的观念 而最可怕的是什么 或者是最幸福的是什么 他说他醒了以后 极其渴望回到那里去 他不想留在这儿 他醒了以后不断地跟神祷告 神啊我想回去 我想回去 那里太好了 那里太喜乐 太平安了 后来慢慢在地上留的日子久了 看着哭啼啼的老婆 和还没有结婚的儿子 他就对自己说 我还是留在这儿 陪着老婆孩子吧 他就跟神说 神呢你让我晚一点走吧 你让我留在地上 将来时候到了 再回去 我跟你讲 所有有这种经历的人 都想回去 我当年跟我的师母 结婚的时候 跟我们那个操办婚礼的 这个英文叫做 Vedding Manager 我们山东人叫大辽 就是操办婚礼的 那个管事的那个人 是我们教会的一个 很有爱心的 很可爱的大姐 大姐是无锡人 她年轻的时候 在苏州做护士 那么她结婚以后 发现不能生育 那医生检查呢 就发现她是子宫肌瘤 子宫里长满了瘤子 她是一个基督徒 她就跟妈妈祷告 跟神要一个孩子 那后来神 施恩给她 她怀孕了 但是在生产的时候 大出血 非常的危险 深度昏迷 但是后来孩子也生出来了 她也被救回来了 那么当她醒过来以后 她就指着她身边的同事 对他们说 你做了什么 你说了什么 她把整个抢救的过程 全部讲了出来 她的同事说不可能 你当时深度昏迷 是没有知觉的 你不可能知道 我们在说什么 做什么 她说我全知道 她说我就在那个地方 看着你们 在我身上来抢救我 所有的过程 我全都知道 这种故事 我可以给你讲很多 这个我 2019年疫情 12月份来的嘛 我11月份还在中国 其实我以前 年年都去武汉 我就是那年没去武汉 就是那年武汉出的事 有一年我去武汉的时候 甲门道以后 我贪凉吹空调 你知道武汉热呀 感冒了 所以第二天我发烧 我就不能出去探访 我就在酒店休息 那么有一个教会的姊妹说 要来给我送病号饭 后来她不光把病号饭带来了 她又把她妈妈带来了 原来她妈妈呢 是一个退休的老医生 特别的理性 家里孩子们都信耶稣了 让她信 这老人家死活不肯信 所以那天呢 这个闺女呢 就把这个老大男的妈妈 带到我的房间 就让我 给了我一场攻坚战 让我给她老妈妈传福音 然后来我就跟她老妈妈聊天 因为我有很多灵界的经历 后来聊啊聊啊聊啊 突然这个老人家就说 哎呀 我想起来了 有一件事情我都快忘记了 你这么一说 我想起了一件成年往事 她说我小的时候 当我还是一个小女孩的时候 我得了一场大病 救不回来了 她说我就离开了我的身体 去到了我们镇上的那个 小河的河岸的那个旁边 她说就在这个时候 我就看到 有一个人身穿白衣 站在我的面前 对我说你不致死 她说你回去吧 她说我回到我的身体 我的病就慢慢地好起来了 我就活下来了 我说哎呀 阿姨不得了了 我告诉你啊 圣经说耶稣基督身穿白衣 她是掌管生命的主 我说你的命是主救的呀 你还不信耶稣 老人家一想 她说哎呀 我还真应该信 她那天就信了 她就信了耶稣了 这种故事真的 如果不是你们有时间限制 我能一路地跟你们讲下去 你们今天晚饭都没得吃 好多好多这种的见证 是非常真实的 所有的这些见证 所有的你上网去查 包括电影 包括很多人写下来的那些 那些他们的经历 包括写了很多书 好莱坞也拍过这些的电影 其实都在告诉我们一件事情 就是人真的是有灵魂的 死后的世界是很真实的 所以你看今天我们面对很多人的时候 真的有一件特别讽刺的事情 你对很多人传福音 他不相信人有灵魂 但是你如果说 那么你就是一个没有灵魂的人 他会很生气的 说你做基督徒怎么能骂人呢 因为人没有灵魂 不是成了形式走肉了吗 那么你到底相不相信人有灵魂 如果人有灵魂 你就必须去面对一个灵魂 所要去的地方 我们常常称作是死后的世界 这几年 你会发现人类的灾难 天灾人祸越来越多 每一场的灾难 就死很多的人 以至于我们现在都已经麻木了 因为死的人太多了 最近中国又开始发水灾 又开始淹死很多人 这个 以色列跟巴勒斯坦的战争 哈马斯和以色列在打仗 俄罗斯 乌克兰在打仗 我们对那些死亡的人数 那个数字已经没什么感觉了 麻木了 天天都在死人 但是你发现没有 每当灾难过后 你就看那个网上的导词 网上很多的导词都是这么说的 他们说 天堂没有车来车往 天堂没有新冠 天堂没有癌症 天堂没有什么什么什么 对不对 可是我告诉你啊 说这种话的人 绝大部分都不是基督徒 一个不信耶稣的人 却相信有天堂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如果没有天堂 我们根本无力去面对死亡的恐怖 无力去面对死亡的绝望 无力去面对死亡的黑暗 死亡就是我们人类最大的一个咒诅 最大的一个黑暗 如果没有天堂的盼望 没有人有勇气去面对死亡 没有人可以在死亡中得安慰 可是 天堂是上帝的地方 那不是一个你想去就去的地方 谁告诉你 人死了以后一定去天堂 谁告诉你 好人就能去天堂 谁告诉你 我想去天堂 我就能去天堂 就好像你 我不开门欢迎你 你也不能随便进我家一样 上帝说 进天堂的人 只有一个标准 借着我的儿子耶稣基督 这位为你死在十架的救主 你就能来 所以耶稣基督才说 我是道路 我是真理 我是生命 若不借着我 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 不借着耶稣 没有人能到父 天父所在的那个地方 那个地方叫天堂 这节经文刻在我的墓碑上 欢迎你们去参观 我买了一块墓地 好多年前 我就立了一块墓碑 我在墓碑的最下面 我就刻上了这一节的经文 耶稣说 我是道路 我是真理 我是生命 若不借着我 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 我后面还有一句话 我们已经借着耶稣去了 你呢 这是我留给这个世界最后一趟 福音不道的信息 很多弟兄姊妹都知道 我年轻时候的经历 我在信耶稣以前 我是佛教徒 我会算命 我会风水 我会通灵交诡 其实所有的这一切 都在告诉我们灵界的真实 包括我练气功 中国八九十年代 气功热的时候 我也是其中的一员 我从十三岁开始练气功 两年之后 我就能发功给人治病 小小的毛病 肚子痛 我发功就能治好 当我在练气功的时候呢 我就发现一件很奇怪的事情 我坐在那里打坐 冥想 我用我的意念来控制 所谓的气 当我的两手放在这里的时候 我的两手之间 就出现了一个无形的气团 我睁开眼睛 我的两手之间什么都没有 可是它中间却真的有一个气团 是存在的 而且那个力量是很大的 随着我的意念的增强 那个气团就越来越大 越来越大 大到我的双手无法合拢 我知道那个气是有能力的 是可以治病的 可是这个气到底是什么 气功修炼的到底是什么东西 那么后来我就信了耶稣 后来神又呼召我做一个传道人 我就去神学院里学神学 当我在神学院里面的时候 和李牧师同学 我不知道他学的时候 有没有跟我有同样的发现 我们在学这个 希伯来文的时候 我就发现 希伯来文里有三个字 是用同一个希伯来文的原文表达的 气 风 和灵 是同一个字 圣经说 上帝造人的时候 用尘土造了人 然后吹了一口气 到人的里面 人就成为了 有灵的活人 也可以翻译做有生命的活人 所以圣经在告诉我们什么 圣经告诉我们说 其实人有生命 是因为你有灵魂 而你的灵魂 是从上帝的那口气而来 因为人的灵魂 从上帝而来 所以人的灵魂 天生就带着上帝的能力 所以不信 你去看创世纪的时候 人类有没有能力 很有能力 亚当夏娃 管理全地 能够给那么多的动物起名字 你看那些野兽 在它们面前 像小猫咪一样的乖 可不像我们今天的姊妹们 弟兄们也差不多 一只老鼠 一只蟑螂 我们已经跳起来了 我们失去了那种能力 为什么你会失去那种能力 因为人犯了罪 罪进到人的生命里面以后 它压制了那个灵里面的能力 所以今天我们常常说 人的能力是冰山一角 人的能力绝大部分 都是水面以下的那个部分 所以其实气功气功 它就是灵功 它修炼的是灵里面的能力 但是如果你不是透过圣灵 不是透过神 那么你很容易被魔鬼来侵入 所以练气功的人 常常都容易走火入魔 我当年也试过 什么叫走火入魔 所以一个人信了耶稣以后 不应该练气功 当然算命风水这些东西 都不应该再去修炼 我以前算命的时候 你把手印拿出来 我就能看出很多 别人不知道的你的秘密 所以我后来有时候 跟他们开玩笑 我说这个 要知道你老公有没有出轨 外面有没有小三 不用请一个私家侦探 让我看看他的手 我就能看出来 我学风水的时候 我学完了风水 我就要操练 我就要去实践 我第一次摆风水 是在我的一个专卖店里面 我在我们当地的一个大商场里面 有一个我的专卖店 是卖那个休闲的 这个牛仔的服装的 那么在那个专卖店里面 我就摆满了风水 我用那个风水做什么 招人气 招财 结果我摆风水的第一天 就发生了不可思议的一个效果 我们周围的那些店铺 几乎没有客人 有几家的店铺 是零从来没有过的 是不开张一件衣服都卖不掉 但是只有我的店 从早到晚 人山人海 人头传动 我不光能够用风水 招人气 招财 我还知道怎么招桃花 我还知道怎么用风水 帮一个人出国 我能够用风水 做到很多常人做不到的事情 包括后来我去通灵 有些算命算不出来的东西 通灵可以知道 当我去讲这些东西的时候 大家好像在听一个科幻小说 或者是玄幻剧 所以今天这些东西被称作是悬术 可是这些东西没有那么神奇的 其实它背后的道理很简单 我不过是用了一些方法 把灵界的力量带入到了一个现实的世界当中 让那个灵界的力量 让那个灵可以去影响现实的世界 给我带来好处 或者让我知道常人不知道的事情 仅此而已 因为人是被限制在三维空间之内的 可是灵界是超越了三维空间 所以那些灵 今天我们基督徒叫做邪灵 邪灵知道的比人知道的更多 他能做比人更多的事情 但是最高的那一位永远是上帝 上帝是全知全能的 所以我后来是怎么信耶稣的 后来就是我爸爸是我们家里第一个信耶稣的 我妈妈第二个信耶稣 我妹妹信耶稣 然后他们给我传福音 我不信 他们就祷告 结果他们一祷告 我的风水就失灵了 所以我当时就不服嘛 我就要跟耶稣斗法 因为我当时被称作是鱼半仙 我又是一个佛教徒 我背后还有佛祖 所以鱼半仙靠着佛祖就跟耶稣斗法 但是你今天你看到我站在这里 被称为是鱼牧师 你就知道我斗法失败了 打不过人家就服输了嘛 后来我真的是在这个斗法的过程当中 去经历那种比我能倚靠的灵 更大的一种能力 那种能力是从神而来的 我真的是经历了那一位超越万有的耶稣基督 他的真实好像在我面前一样 后来我就降服下来 认罪悔改信耶稣 放弃了我所有过去的这些所谓的玄术玄学 气功什么都放下 但是我后来很烦恼的是 我做了牧师以后 讲道去讲这些故事的时候 有的时候讲完道以后 全部都是姊妹 然后就把手伸出来了 说余牧师你给我看看呗 撒旦退我后面去吧 所以等一下你们不要让我看你们的手 其实当我们这些活在现实世界当中的人 面对这样的一个属灵的世界 我们难以相信的时候 你一定要明白 问题就是这是两个世界 我们活在物质的世界当中 我们对那个灵的世界 超越了三维空间以外的世界 缺乏认知是非常非常正常的 可是你不认识它 不代表它不存在 你当做它不存在 不代表灵界的存在 不能够在我们这个物质的世界里面 做它要做的事情 我就拿一个最简单的例子 来打一个比方 好像我的老本行 我们叫远东广播 虽然我们现在用各种多媒体 新媒体来传福音 但是我们最早开始的时候 我们就是做广播的 直到今天我们还有广播的施工 弟兄姊妹 我相信你们可能很多人 在中国都听过这个良友电台 对不对 你们听过良友电台吗 很多人听过 但是你们知道吗 我们远东广播在中国 还有另外一个电台 我们是有两个电台的 你们知道我们除了良友之外 还有一个电台叫什么 你们知道吗 叫一友电台 良友一友 但是你知道为什么 知道良友的多 知道一友的少吗 因为良友电台是短波电台 一友电台是中波电台 那短波跟中波有什么区别 简单地说 短波传播的距离远 但是清晰度没有那么高 中波传播的距离比较近 但是它的清晰度要高于短波 所以良友电台这个短波电台 可以覆盖整个的中国 包括蒙古 东南亚这一大片的地方都能覆盖 但是 一友电台只能覆盖中国东部的沿海地区 北京 上海 辽宁 山东 江浙这一带 假如你手里面有一个中波收音机 那么你只能收听到 一友电台 你收听不到短波的良友电台 因为它超出了你能接受的范围以外 但是你接受不到 不代表它不存在 它是真实存在的 只是你没那个功能去接受它 所以今天当我们来面对信仰 面对福音的时候 它的确超越你的理性 它的确超越你的认知 可是不代表它不存在 基督耶稣降世 我们常常讲 基督耶稣降世是从天 从天堂降下来的 基督徒死了以后去天堂 但是我问你天堂在哪里呢 我们很容易说天堂在上面 你能不能去上面给我找到天堂 今天我们的科学告诉我们 说上面是什么 是大气层 你穿过大气层就到了外太空 你有没有听说哪一个飞行员 哪一个开着火箭的 宇宙飞船的人迷路 一下子跑到天堂去了 没有这种事情发生 因为天堂 天它不是一个地理的空间的概念 它是一个维度的概念 它是一个超越了三维空间以外的存在 所以这位超越的上帝 他进入了一个三维的空间 要来救我们这些罪人 他对我们最大的拯救 就是救我们脱离死亡 给我们开一条去往天堂的路 可是它给我们另外的一个拯救 并不单单只是让我们死了以后去天堂 我们人活着并不单单只有死亡一种的恐惧 你知道人活着还有一种极大的痛苦叫做什么 叫做生不如死 我们活着活得非常的不好 为什么我们生不如死 为什么我们活着很痛苦 因为人有罪 人是罪人 人世间其实最大的痛苦 都存在于你的人际关系当中 而且是最亲密的人际关系 那个伤我们最深的人 永远都是我们身边最亲近的人 你们家路口那个卖樱桃的 最多坑你个三块五块 他伤不了你 那个伤你的人 永远都是你爸爸 你妈妈 你老公 你妻子 你儿女 你男朋友 你女朋友 你最好的摯爱亲朋 所以我常常打一个比方 我说人就像什么一样 人就像刺猬一样 罪就是人 就是刺猬身上的刺 离着你远的人 你扎不到 伤不到人家 谁离你近 谁就被你伤得越深 你也被他伤得越深 所以刺猬很可怕啊 很可怜啊 一只刺猬 孤单 寂寞 所以刺猬也需要亲情 友情 爱情 刺猬也需要抱团取暖 可是两只刺猬 一旦抱到一起 就你伤我 我伤你 遍体临上 看看你的婚姻 是不是这个样子了 我们带着一个美好的愿望 进入了婚姻 进入了家庭 但是你会发现 其实你最多的眼泪 都是在婚姻里面流的 都是在家庭里面流的 这就是罪所带来的伤害 最 最可怕的地方 是他破坏了关系 他首先破坏了 人跟上帝的关系 圣经管这个叫做死 其实死最根本的含义 不是肉体的死亡 是说人跟上帝的关系 分离隔绝了 人跟上帝的分离隔绝 人跟上帝的关系 被罪破坏了以后 我们就没办法 去到上帝那里 那个地方 你可以说叫做天堂 人就得不到上帝的拯救了 所以上帝要处理罪的问题 让耶稣在十字架上 做我们的替罪羊 来拯救我们 来给我们开一条 去往天堂的路 而 当人跟上帝的关系 撕裂隔绝了以后 我们人也没办法 从上帝那里去得到 一切美好的东西 比如说爱 比如说恩典 比如说怜悯 比如说医治 你都得不到 人只能靠着自己活着 在这个多灾多难 凉薄的世界当中 靠着自己那有限的 无能的力量去活着 所以人受伤 人失望 人绝望 人痛苦 是一定会发生的事 那么最破坏的 另外的一种关系 就是人和人之间的关系 当人和人之间的关系 被破坏了 我们像刺猬一样 彼此伤害 我们又不信耶稣 我们跟上帝 又没有恢复关系 我们又不能从上帝那里 得到爱的能力 得到赦免 饶恕 医治的能力 那么人和人之间 就会越来越痛苦 我们就会把 好像应该是一个港湾 这样的一个家庭 变得像地狱一样 因为我们没有爱的能力 我跟师母我们两个人 也曾经经历过这样的苦痛 其实我们俩结婚的时候 都已经是基督徒 他已经是实习传道 我也预备去读神学 所以你不要以为 信耶稣是变魔术 我今天不是给你们一些 空口大话的保证 你信吧 信了耶稣 你们两口子关系就好了 信了耶稣你就发财了 信了耶稣 你儿子就能考上哈佛了 这都是在骗你 空口败话 一个人 不真实地在神的面前悔改 不真的在人在神面前 谦卑下来 其实很难带来生命的改变 我跟师母我们当年两个人 都是极骄傲的人 他在家里是大姐 我在家里是大哥 他以前是做老板的 我以前也是做老板的 在我们自己的圈子里面 我们都习惯了说了算 我们都习惯了自己来拿主意 而且更可怕的是 他后来做了律师 我的第二职业是节目主持人 都是口才极好的人 但是我后来被社会毒打了以后 突然明白过来 节目主持人的口才 永远不能跟律师的口才比 因为节目主持人的这张嘴都是风花雪月 但是律师的那张嘴 句句都在给人定罪 句句都在点上 句句都能把你定死在十字架上 所以跟他结婚那么多年 吵架从来没吵赢过 出来讲到人常常说 于牧师你的口才真好 我说那是因为你还没认识师母 你认识师母就知道什么叫口才好 所以我们两个人那个时候 因为这种骄傲 因为这种罪性 因为那种极度的自我 自以为是 我们这两只刺猬 就你伤我 我伤你 把婚姻变得像地狱一样 所以我们从来没有七年之痒 我们从一结婚就是痛 我们刚过完洞房花竹叶 就大打一仗 就准备要离婚了 就过不下去了 从来没养过 我们就最亲密的一晚上 是洞房花竹叶 过完洞房花竹叶就开始打 就过不下去了 就打算要离婚了 打了七年 吵了七年 痛苦了七年 当然感谢上帝 就是上帝还给我留了一个 一个紧囊 一个保命的 什么保命的 祷告 因为我父母带我信主 我父母一带我信主的时候 就教导我说 基督徒凡事要祷告 大事小事都要祷告 所以当我们两人吵架的时候 其实是我特别痛苦 最不想祷告的时候 但是我心里的痛苦 无从倾诉 我就只能跟上帝祷告 把我的苦跟上帝说 当我跪下来祷告的时候 我太太在我心里 就像魔鬼一样可怕 我无数次地埋怨自己 我当年闭着眼 随便抓一个都比他强 为什么会去他 可是你知道 当我跪下来祷告的时候 圣灵就光照我 让我看到我的软弱 我的罪 让我看到他可爱 他对的地方 真的在祷告当中 被神的爱所充满 当我的心被神的爱充满的时候 我就得着一种力量 祷告完了 阿们 我就冲进卧室 对他说 老婆对不起 又是我错 然后我就抱着他 就亲他 他讨厌 别碰我 别碰我 劲儿没有我大 我抱着他 亲他 我们俩就和好了 然后下次再来过 后来到了第七年的时候 他实在太痛苦了 他进世祷告的时候 就问神说 为什么我们两个 爱神 又彼此相爱的人 却过不好 我们的婚姻生活 上帝就借着 雅各树对他说话 你们要互相认罪 彼此代求 我就医治你们 上帝说 我之所以没有医治你们的婚姻 因为你从来没有 向你先生认过罪 我的太太不要说认罪 她连sorry都不会讲的 你知道对一个律师来说 他认错 说明什么 官司大输了 所以他从来不认错 然后那段时间又发生一件事情 那我们在原来的教会 有两个日本的老牧师 主动地要求要搞一个 音乐的聚会 我们就接纳了 结果那天晚上 当他们吹完saxphone以后 我们亲眼看到两个日本的老牧师 手拉着手从台上走到台下 然后扑通 跪在地上 向我们在场所有的中国人磕头 他们说我们要代表日本人 为着当年给你们中国人带来的伤害 认罪悔改 求你们赦免我们 你知道为什么信仰宝贵 因为信仰真的能够帮助人去超越一些限制人性的罪性 还有一种民族性的瑕疵 我们当时非常的震撼 没有想到 我就拿着手机把这一幕拍了下来 回来给我太太看 师母看完了以后 刺激到了她 几天之后 当我还在客厅里坐着的时候 她突然来到我的面前 很严肃地对我说 老公 你坐好 就下的一个机率 然后我就眼睁睁看着 我这个从来不认错的太太 扑通跪在我的面前 扶扶在地 对我说 老公 我为着过去七年 我的骄傲 我的自大 我的罪性 我给你的伤害 向你认罪悔改 求你赦免我 她做这个事是逆着她的本性做的 说完之后 她站起来哭着 就冲进了卧室 然后我就不知所措 我就坐在那里默默地祷告 祷告完了以后 我也一步一步地走进卧室 就不管 男儿西下有黄金 我也不通跪在她的面前 扶扶在她的脚前对她说 我也为着过去七年 我的大男人主义 我的骄傲 我的自大 我的罪性 给你带来的伤害 向你认罪悔改 求你赦免我 说完之后 我们夫妻抱在一起 嚎啕大哭 一场好哭 哭完了以后 真的奇闹的事发生 上帝就好像吹了一口气 吹散了我们婚姻中的阴霾 我们两个人真的是越来越相爱 越来越和谐 我们到今天可以说得上是一对 很和谐 很相爱 很默契的夫妻 这话是可信的 是十分可佩服的 在罪人中 我是个罪魁 但耶稣基督要在我的罪魁身上 显出他的怜悯 为要给后来信耶稣的人 做朋友 今天站在你们面前的 就是一个罪人中的罪魁 我信耶稣以前 我算命 我风水 我歪门邪道 我犯许多的罪 我信了主以后 也没有真正的悔改 谦卑下来 骄傲自大 好像一个刺猬一样 去伤人 去伤我身边 我所爱的人 但是耶稣基督降世 就是为了救一个像我这样的罪人 且是罪人中的罪魁 耶稣基督降世 他也是要救你 这个罪人 他要救你脱离死亡 给你开一条去往天堂的路 他也要把你从 生不如死的苦痛当中救出来 让你活出爱 活出恩典 活出真正幸福的人生 没有神 我们都是一群 爱无能的人 可是基督耶稣降世 他就是要把我们这些罪人 从苦痛 从黑暗 从死亡 从一切的生不如死当中救出来 让我们活在爱里 活在恩典里 活在救赎里 活在天堂的容眉里面 你我都需要信耶稣 我们一起祷告 亲爱的主耶稣 谢谢你从天而来 为要救我们这些罪人 我们人生在世 其实面对许多的苦痛 绝望 挣扎 面对着婚姻 面对着家庭 面对着人生 面对着疾病 面对着将来 要临到我们那极大的死亡 所给我们带来的咒诅 捆绑和黑暗 但是耶稣 你来要把我们救出来 你要来拯救 你要来医治 你要来改变 你要来祝福 我们在你面前感谢你 这一位爱我们的救主 在这里的每一个人 都需要信你 因为在这里的每一个人 都需要你的拯救 当我们在低头祷告的时候 我知道我们在座的朋友们 你们谁还不是一个基督徒 但是我相信 你一定需要拯救 信仰的确超越了你的认知 你的理性 但它是可信的 当你信了以后 耶稣就成为你的救主 成为你的拯救 成为你生命的光 今天有没有人愿意信耶稣 来接受耶稣基督的拯救 你可以举起你的手来 我要为你祷告 感谢主 感谢主 我看到 请放下 还有没有人 愿意做一个基督徒 接受神对你的祝福 接受耶稣的拯救 感谢主 我看到 还有吗 还有没有 感谢主 我看到 还有吗 我看到 好多人举手 感谢主 请放下 感谢主 我看到 好 请放下 那么现在在网络上 正在观看直播的朋友 如果你也想要信耶稣 欢迎你来跟教会联络 跟林牧师原传道 跟张牧师来联络 他们会帮助你 好 我们请大家一起起立 我们唱一首回应的诗歌 只要信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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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要求求你 只要求你 爱你心怀 只要信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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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要信他 他必救你 他必救你 现在必救你 耶稣为你 曾留宝血 此山遍风生 快来 都如此 宝血 全比百入血 接近 只要信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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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要信他 他必救你 他必救你 现在必救你 只要信他 只要信他 耶稣必救你 所有被罪 压伤的人 只要信他 只要信他 他必救你 今天耶稣的救恩 要临到你 我邀请 刚刚举手的这些朋友们 你们走到前面来 我要带你们祷告 我要为你们祝福 我们用掌声 来欢迎他们 走到前面 走到神的面前 走到耶稣的面前 和我们一起来做一个 有福的基督徒 今天如果有弟兄姊妹 有基督徒 你邀请了 你没信的家人 你的亲友 来参加我们今天的聚会 我鼓励你走到他的旁边 邀请他和你一起走到前面来 做一个有福的基督徒 去接受耶稣基督的救恩 基督耶稣将士 为要拯救罪人 他已经救了我 他也要救你 我们继续地来唱 下面的诗歌 我们请基督徒 来邀请你 今天带来的 没信的朋友 一起走到前面 来做一个 有福的基督徒 我们继续 祝福这世道路真明明 你知情如外心 外心可他物在 吃一笔的永生不期 只要信他 只要信他 现在要信他 他的救你 他的救你 现在的救你 只要信他 他必须求你 天哪 这世道路真明 事人 宣伤 出世道 括弯 島上 食人 志明 大泡 小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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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泡 小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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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必救你 现在必救你 只要信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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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要信他 他的救你 他必救你 现在必救你 还有没有人勇敢地走到前面来 我问最后一次 还有没有多一个人勇敢地走到前面 来接受耶稣基督的救恩 耶稣现在要救你 现在他的爱 他的恩典要临到你 他现在就要祝福你 就是现在 感谢主 你要成为一个有福的人 还有没有 还有没有人勇敢地走到前面来 来做一个基督徒 耶稣现在要救你 他要祝福你 他爱你 他的恩典要临到你 要临到你和你的家 感谢主 我们欢迎他们来到上帝的面前 接受耶稣的救恩 还有吗 还有没有 还有吗 还有没有人勇敢地走到前面来 来做一个有福的人 还有没有 因为时间有限 我要问最后一次 你还有最后的这一次机会 有没有人现在立刻走到前面来 接受耶稣基督的救恩 耶稣现在要救你 要祝福你 恩典 爱要充满你和你的家 还有没有 还有吗 还有吗 感谢主 好 让我们一起来祷告 我们所有的人一起开声祷告 亲爱的天父上帝 感谢你的爱 在你的爱里我承认我是一个罪人 求你赦免我 主耶稣我感谢你 你是上帝的儿子 你是上帝的儿子 却为我来到这个世界 为我来到这个世界 为我死在十字架上 为我死在十字架上 做了我的替罪羔羊 做了我的替罪羔羊 你也为我死后三天复活 也为我死后三天复活 给我带来永生的盼望 给我带来永生的盼望 求你在十字架上所留的宝血 洗尽我一切的罪 我愿意打开我的心 求主耶稣进到我心里来 做我的救主 做我生命的主 我愿一生跟随你 我愿一生跟随你 恭敬地祷告奉主耶稣的圣名 恭敬地祷告奉主耶稣的圣名 阿们 感谢主把荣耀归给神